持續來關心年底的選戰 臺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 訪問日本三天 終於畫下了句點 他說三天來最痛苦的事 不是鐵人行程 而是天天要穿西裝 實在不自在 但回臺之後 更大的不自在 恐怕就是檢方最快 本週就要約談柯文哲 以NG149帳戶的管理人身份 出面來說明 但是柯P一臉淡定地說 要談就來談 防日第三天柯P依舊西裝 鼻挺滿臉笑意 因為這是他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這個回到本郎啊 而且都是一些認識 都是可以用我們自己的話在講 一場心願 就是說我們在鄰近國家裡面 因為東京地大 就好像我們臺灣大學在臺灣 所以他們的醫學部也是在 在他們日本是算學術地位最高的 所以本來就應該要來看一看 我要去排政治人物還比較困難 我排這個反而最容易 一通電話就好了 一通電話參訪東大醫學部 但老本科雖是他最有自信 卻也成了這次選戰最後攻防 我覺得他要問我們就問嘛 反正因為那個帳戶全部都公開的嘛 所以他他有什麼地方問就問啊 面對MG149爭議柯P回臺 願意接受檢方約談 看來心情不受影響 因為對他來說最大束縛是這個 除了參加各國國姓以外 或是接待日本來賓 日本人實在太喜歡穿西裝沒辦法 這個以後穿西裝考試卷還可以用 邊說邊拖日本機場馬路上行李大拆解 彷彿外科醫師瞬間上身 小小行李箱一大半是考察資料 只見他匕首畫腳 輕裝簡樸衣服只帶了兩件 完全不顧他人眼光 受不了趕快把他脫掉 我要恢復我已經拿掉了 在三內的防疫行程之後 看到未來市府員工 已經有了新政策 就是不穿西裝跟做自己 而柯文哲還是柯文哲 以上是記者方伯伯彩琳 在日本東京的採訪報導